好巧呀心意 魏月我今天去了婚紗店 看到你給魏月定的婚紗 是我喜歡的嗎 你是你喜歡的婚紗 啊我還有事先走了 我也有事我也要先走 那你又生我什麼氣 沒什麼我就是想回家 你也不一定是真的 誰給你灌一心 魏月月你到底有沒有情況 你兇什麼呀 你幾歲了 沒人教你下床了要穿拖鞋嗎 沒人教你感冒的不能再受涼嗎 生病了還不告訴我你誰能藏啊 找不找拖鞋啊 我要去洗澡 然後呢 洗完澡再光著腳出來 等什麼我說錯了 沒有 你怎麼 許舍 不吃飯不洗澡不吃 誰給你灌了一身臭毛病 哎乾淨是臭毛病嗎 不吃飯明天就不准飯 謝謝 喂林副導演聽說你們店員明天選擇啊 好 去吃飯 好 他不知道一封山是神奇疫情在做什麼 是好 他說如果您不肯問 當久 洗澡下 誰 附近一線上 穿在我身上漂亮 穿在你身上也可能合適 你想見我了 我現在是太太 這件婚紗 不明明書 我真的好喜歡那件婚紗呀 好像專門為我設計的一樣 一會兒他來了你好好跟他說 不要太兇啊 婚紗師傅 你們準備結婚了嗎 時間還沒定呢 定了肯定會通知你和欣怡的 那件婚紗 那件婚紗 葉小姐好像很喜歡 對呀 我很喜歡 符合我所有喜歡的樣子 沈欣怡已經付了款 那這件婚紗就是我的了 但是 我送給你 郭月 郭月你別這樣 咱倆氣質很像 仙衣單純覺得這件婚紗好看 穿在我身上漂亮 穿在你身上也可能合適 憶小姐誤會了 我現在是太太 這件婚紗都由我做主 解掉 忍了 四種人都可以 金玉 金玉 你對婚紗不滿意去跟我說 你對婚紗不滿意去跟我說 我們倆的別人 別把車撒在別人 你看不上他 他也不可以 他喜歡 我讓給他 就因為我讓給他 所以你覺得我再給他 方喜不喜歡 你們也不是讓來讓去的交情 為什麼你不喜歡 他喜歡 讓給他 我就接他歡喜 他不喜歡你 他不喜歡你就 沒什麼事你再這樣先回吧 我肯定 等他們兩個吵完架呀 他們兩個再去看回事 反正今天也不是 說說什麼 什麼叫接大歡喜 你該不會想說那件婚紗穿在他身上 就剛好隨了我心意 所謂接大歡喜 就是他喜歡 讓給他 你們這麼多年曉得 你不然就要過不 我了 你就窮酸的要給我請 你睡覺 我還要好看 在這兒 還要忙 啊 我沒看我真的要教訓你 哎 我可只看到你被女的教訓 你寧願繼續追出去跟他教訓 也不願意跟我喝酒 你是不是愛著他 關你 雷雷 喂 別鬧了 跟我上場 放手 我們倆合上配料 回去學家 回去 兩毛和命 跟我回家 上車 就醉 想讓我找黃銀騙成就說 上車 上車 就因為真兒喜歡那件婚紗 所以你覺得配不上你什麼 林美玉 你是老大你說了算 別說你送我價值連城的婚紗 就算你送我乞丐装我也得穿是不是 你覺得沒關係 你是不是覺得嫁給我和嫁給任何男人都沒有區別 只不過我比較惡霸 槍取豪毒 你才不得也嫁給我是不是 特別委屈求玄是吧 這是你自己想的 我可沒 雷雷 你到底要怎樣 我等死 要怎麼進去 啊 你 你 喂 我沈心意 替我把那件婚纱剪了 这样你满意了 好 前面露虎把他放下 我自己回去 别废话 山叔开车 去哪 我累了我要去睡觉 坐下 坐啥话上去 把话说清楚的再去说 你打算摆脸刺到什么手 时间不多了 重新准备公杀时间也不够 你一次听说清楚 要什么款式 什么设计师设计 什么类型 不知道 沈少爷 有些话说的太开就没有意思了 咱们这些本来就是交易 不知道 反正婚纱店那么多 我明天逛逛街随便买一件穿就行 你把我设计的婚纱送来了 你现在说随便选店就可以 那我买一件你喜欢的婚纱穿 这样总行了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我去睡 我问你 你 你 我问你 你就给我好好回答 如果你想闹我可以陪你 只要你不嫌累 要我怎么样 你才觉得我没有在闹 婚纱戒指 如果你不喜欢可以进进去去 没必要一副瘦气包模样 这么矫情 难怪杜雪范不是的 沈少爷 有些话说的太开就没有意思 咱们这些本来就是交易 你为什么非得觉得 我要乱心欢喜 心高采烈的披上你做的红纱 这是爱人之间才有的事情吗 比如你设计出婉如 为叶小姐量身定做的红纱 你是装给自己看 还是表演给她看 我知道你对 但我也知道 你从来是沈太太 不是我一个人 所以我也只是感谢你